李老太今年八十岁,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丈夫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因病去世了 那时候大儿子才将满十岁 最小的儿子还不会说话 公婆年龄大了,体弱多病 肩不能扛手不能提 最多只能帮他照看下孩子 一家六口人的吃喝拉撒都靠他一个人 他每天早出晚归 种完自家的地还帮别人家种 以期能挣点零钱 在地里忙活一天 累得四肢都快散了 还得回家做饭 这样的日子就这么煎熬着 又过了两年,公婆相继去世 她身上的担子虽然轻枉 但是四个子女现在全指着她一个人 婆家人虽然重男轻女 但好歹是自家的闺女 必要时还是会帮衬一把 这不,李老太他哥看他日子实在过得艰苦 给他介绍了个镇上制衣场的活 这活啊,说来说去 还是托李老太自己的福 她那一手针线活作得极好 绣的花简直像是真的一样 活灵活险 当时村里但凡有新嫁娘 都会让她帮忙在嫁衣上绣鸳鸯 厂里虽然工资低一点 但安排的有员工宿舍 可比一天到晚在地里划算 李老太就这么带着儿女去了镇上 就这么过了很多年 到了李老太六十岁快退休时 儿女们也都找到了工作 有了自己的归宿 离开她去奋斗自己的前程去了 从此,李老太在闲暇之余 又多了几个爱好 要么就守着电话 要么就是在家门口等着 她盼啊盼 儿女一年到头 却嫌少回来 后来儿女嫌她 总是打电话问东问西太烦了 干脆给她找了个保姆 那保姆二十八岁 做事情快 听说是个单亲妈妈 李老太一下就心生联系 从不刻意刁难她 有空还帮她带带孩子 两人平时处的还算挺好 李老太八十岁那年 身子古大不如从前 她察觉自己可能时日无多 希望能待在儿女家 享受天伦之乐 她买了票去大儿家 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可以大儿却以家中 没有空房为由 让她去找儿 跑去二儿家 二儿子也不待见她 包括她两年没见的孙子 都捏着鼻子 嫌弃她脏 她的心凉了一半 心想 小儿子应该会待见她吧 结果小儿一看她来 脸上的笑容都僵硬了 话里话外 都是自家 没有老大家混得好 多天一个人 她负担不起 三女儿就更不用提了 几个儿子都不赡养李老太 她一个女儿更加不可能 心灰意冷的李老太 亮出自己的房本 那是一栋两层的小楼 总价值一百多万 原来啊 这是李老太 卖她的绣品得来的钱 因为绣活好 这一场一个老师傅 把自己双面绣的功夫 交给了李老太 李老太凭这手功夫 赚了不少钱 后来眼镜熬坏了 也就没秀了 儿女们一看这房本 立刻抢着要赡养李老太 一声声妈叫得特别亲热 可李老太却高兴不起来 她知道 儿女们对她好都是 看在房本的面子上 后来 李老太生病住院 几个儿女天天来看她 生怕一个落后房本 落到了其他兄妹手里 子女越是殷勤 李老太越是郁郁欢欢 后来没抢救过来 咽了气 八十岁老太被不孝子 赶出家门 她拿出房本后 不孝子后悔了 葬礼办完 四个子女为争夺房本 大打出手时 却被告知房本 被李老太交给 照顾她的保姆了 而且早就做了过户 他们争也没有用 八十岁老太儿女双全 死后却把房给保姆 背后原因让人流泪 知道真相子女们气得 在李老太坟前 骂她亲疏不分 把房给别人继承 但是他们不知道 在李老太心里 保姆才是她晚年 最后一点温情 她对李老太 就像对自己亲人一样 给她洗脚 捶背 逗她开心 做事又细致周到 从不让李老太生一点气 包括保姆的儿子 也对李老太十分敬爱 总是甜甜地叫她奶奶 好了 李老太的故事讲完了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 看待这件事的 不得不说 在人的一生中 幸福和不幸 往往交织在一起 而在这段不可预知的旅途中 我们不断成长 逐渐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今天我们还要给大家 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 关于一位63岁的大爷 他经历了家庭的困扰 最终领悟到了年过六十 尽量不说四句话的智慧 这位大爷名叫李庆 是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 他曾经是一名普通的农民 辛勤劳作 默默奉献着 年轻时 他迎娶了妻子王美丽 两人一同经历了生活的疯疯于语 然而 上天并不总是眷顾每个人 王美丽在他们结婚后 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留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小红 李庆将所有的爱 都倾注在女儿身上 默默地照顾着她长大 小红是个聪明乖巧的孩子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渐渐展露出叛逆的一面 在求学过程中 她开始迷失在了各种诱惑中 成绩也渐渐下滑 李庆心疼女儿 劝诫了她几句 但每次的结果都只是愈发争吵 甚至连话都不愿意和她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红和李庆的关系越发紧张 小红觉得李庆管的太多 不给她自由 而李庆则认为 女儿应该好好学习 不应该迷失在外面的世界 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 小红彻底失去了耐心 她决定离家出走 甚至在愤怒之下 将父亲赶出了家门 这一刻 李庆的心痛如刀脚 她从未想过 自己的女儿会对她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沉浸在无尽的悲伤中 却又在这份悲伤中 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 她开始反思自己 在和女儿相处时 是否有哪里做的不对 是否真的应该用严厉的口气 去教育她 她终于意识到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尽量不说四句话 才是智慧的表现 首先 不要说伤人的话 在和家人相处时 我们常常因为情绪的冲动 而说出伤人的话语 而这些话 往往会对彼此的感情 造成严重的伤害 我们应该学会控制情绪 用理性而温和的语言 与家人沟通 尊重彼此的感受 其次 不要说不负责任的话 在家庭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角色 我们不能轻言放弃 不能把责任推卸给他人 无论面对什么困难 我们都应该坚持承担 这样才能获得尊重和信任 第三 不要说轻率的承诺 承诺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我们不能随意许下诺言 却无法兑现 对家人来说 失信是一种伤害 更是一种背叛 因此 在做出承诺之前 我们要三思而后行 确保能够信守承诺 最后 不要说伤害家人尊严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 而家人之间 更应该彼此尊重 在与家人交流时 我们要注意言辞的选择 不要伤及家人的自尊 不要轻视彼此的感受 经历了女儿离家后的痛苦 李清终于懂得了这些道理 她决定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再用伤人的话语去伤害女儿 她决定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不再逃避面对困难 她决定对女儿讲出的每个承诺 都认真对待 她决定在与女儿交流时 更加尊重录 更加尊重彼此 不伤害彼此的尊严 人生是一场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旅途 而这位63岁的大爷 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终于明白了年过六旬 尽量不说四句话的智慧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汲取教训 学会更加智慧地与家人相处 创造出更加和谐幸福的家庭 好了 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以上两位老人的故事 可以为大家带来怎样的启迪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